好 各位 大家好 正好 我想题目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知谱的外行 叫临床医生看知谱 这也是会议主办方给我的这样一个题目 我想主要是结合着我们临床医学检验工作 来把我们应用知谱的一些体会 在这个地方和大家分享一下 同时更多的可能是提出一些问题来 我看这个大会主办方组织了很多相关的专业技术讲座 有关于知谱方面的 那么我想在我们医疗和开业工作中 发现一些问题在这提出来 同大家一起来分享 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还把技术这样一个新兴技术 能够用在临床医学的辅助诊诊方面 我想接下来这张图 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医学是什么一回事 或者说我们的医疑也叫现在医学 它实际上起源于我们的医生 当年对医疗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如何什么样是一个疾病的问题 那么疾病那就有首先有一个健康的 那么健康呢 它认为是我们人体的平衡是健康 而在人体内某一个成分的异常 认为就是疾病 这是作为现代医学基础的一个论断 在就是当年希伯格拉底那个年代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论断 在那时候呢 往往是一些传染病导致人类的一些重大疾病 只要我们发现致病的病原微生物 或者是病原体 包括可能医原体 致原体等等 这样一些病原体 那么我们就能知道这个疾病的来源 因此呢 根据这样一个论断 在近年来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 我们希望找到一些 与现代疾病一些相关的 这样一些重大标志物 从这个图呢 我主要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近年来和过去几千年以前 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我们大家知道在当时讲的 在两千多年以前 一直到两百年之前 这段时间我们更多的是 微生物学疾病 主要是各种各样的 病原微生物导致的 机体的一些病理感染 和诱发的疾病 也确实造成了人类 其他的伤害 那么接下来呢 在一百多年以前 我们更多的是一些 病毒性的疾病 比如像中国我们最大的 一个疾病群是 鱼肝 乙性肝炎 包括乙性肝炎 乙性肝炎等等的 这样一些病毒性的疾病 包括甚至像 这样一些 那个 传染性的 叫病毒性疾病 这一类的疾病呢 应该说 我们也有很好的答案 而且也确实可以通过 某一个程度的 特意程度的鉴定 可以很快地能够 辅助诊断这个疾病 但是呢 进入到近这个世纪 或上世纪末 我们人类对于 这一种 静怨微信所致的疾病 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辅助诊断 技术手段 同时呢 有很好的治疗的手段 我们面临的 并不是这样一些 致病性的病原体 所导致的疾病 而更多的是 叫stress of life 实际就是我们 面对了更多的 非传播性的因素 所导致的我们 集体的代谢的 混乱 应该说呢 就是一个 dissorder 我们人体内 那么这个dissorder呢 它往往是多因素的 使人的基因 环境相互作用 所导致的疾病 因此呢 这一类疾病 到目前来看 虽然生物科学的发展 已经可以说 突飞猛进 很多新的技术 融入到医疗体系 但是作为特意性的 大家希望的 特意性的很多 并不是采 到目前 它没有采好的一个办法 比如说我们以肿油为例 我们大家知道 通过科学研究 我们已经证明 一个体细胞的突变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体细胞 一般它被各种环境因素 包括辐射 感染 或者是突变因素 造成了体细胞的突变 那么它就有可能 变成一个potential的 一个出过程度 当然这个时候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种类 它只是一种突变的细胞 可能形成一个小的克隆 然后呢 在另外的一些化学因素 辐射等等 这些因素的 实际下呢 才可能真正的变成一个 真正的流细胞 而真正的流细胞 也并不可怕 我们具体的免疫监控系统 还可以把它局限 变成一个良性动作 只有少数的 它可以转变成个性的 可以出现远端转移啊 等等这样一些 那么从下面 这个有点显示不太好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的 就是下边 我们可以看到 从分子生物诀到 现在生物化学 这样一个分析可以看到 我们从遗传到个表观 遗传诀 以及 后边的基因表达 到生物标志的出现 等等 这些呢 临床实际上都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进行检测 但是检测的说体现是在普通的阶段 我们只有通过这些信息 中国的分析 才可能停 停压这样一个 种旧的发生过程 而很难找到一个单一的 标注 就像这样 临床上实际上 大家到医院来过 都可能知道 要做一个透过学 查个皮 那么这些查皮呢 往往就是很多很多的检验指标 大家可能看的都很乱 目前我们和总流有关的这个地方 列了一些主要的标注 临床上也在大量的应用 但这些标注都有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他们不刻意 很多人都说我查起了 那个这个指标升高 但我临床没有任何的 总流的症状 那么这查家用这张图 可以给大家说明 比如说我们的正常人群 和基定的人群 先不要说是恶性总流 我们如果用任何一个生物标子 来区分正常和基定 总有一些调查 因为我们用的是正常参考范围 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目的一批人群 来观察它某一个指标的变化范围 那么一个正常人群 往往从某一个数字 到另外一个数字 所以它有一很大的变化范围 这个最高的数字的位置 往往和基定的最低的一部分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交叉 而这交叉呢 跟你不同的标志物 特意性的差异会有有大有小 至少我想应该有 我现在画的这样一个趋势 在20%左右 相互间的交叉 两个叠加起来应该跌几百分之四十 如果我们想增加它的特意性 也就是说我只要这个指标高了 它肯定得病了 那么只能把这样一个卡套的值 给向左移 左移的结果就是 虽然我能够把所有的疾病都能发现 但其中可能有一半的症状人群 我们都可能会认为是有病 因为这个指标 它可能都会超过了我们 界定的这样一个卡套的值 如果我们增加它的灵敏度 那么也会同样的结果 它先向右移 它这样也会出现问题 因此用这样一些传统的概念 也就是Separdy的一个概念 用某一个毒药成分的异常 来诊断某一种疾病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 stress related 应该说不足以解决 临床的相关问题 我们再回过头了 我们的传统医学 大家知道也有五千年的历史 实际上传统医学和西医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关 他也是认为我们人体内 有很多因素 我们是金木水果土 这样一些因素 它的平衡 是我们人体健康所必需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理论 就是他们之间 有一个相互之间的调控 也就有相生相克 这个相互间的调控 可能决定了我们人体的 内环境是否平衡 一旦这个平衡打破 那么它就会是疾病的产生 这恰恰在矛盾程度上来讲 是我们现代系统生物学的 一个雏形的概念 而这样一个理论 比方刚才我讲的 我们总有发展的这个过程 也是多种因素 包括人类的基因遗传 与环境 与我们的精神内的密 等等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 或者是抑制 达到一个平衡 或者是平衡的结果 我们再回到这样一个 卡通图上来看到 作为临床疾病的诊断 我们一般以临床由足够证据 证明它是得病 那么如果要是 作为肿瘤来讲 我们一般要再用影像学 或者用物理的其他的方法 能发现有一个总物 用病理的方法证明它确实是 良性或者恶性的肿瘤 那么我们才临床认为 叫visible的 临床可见的肿瘤 而在这个时候呢 往往我们刚才讲到的 那个potential的tumor shell 已经变成真正的tumor shell 而且这个shell的数量 应该要达到10的90分 甚至更多一些 重量也要在一克以上 大概相当于花生人大小 这样大的一块处理 才有可能可以我们的 高精度的影像学技术 或者是病理的掺测 等等这样的手段 来精明确减断 而这个时候 往往从现代研究来看 已经伴随着 血液和瘤化液的转移 在血液里边 如果用循环肿瘤细胞 这样一个新的检测技术 就能够检测到 一些循环状态的肿瘤细胞 或者有肿瘤标志的 这样一些细胞 这个时候 实际上提示着病人的转移 大家知道 这作为一个恶性疾病 一旦出现转移 它是很难控制的 即使我们把原理还切除 我们还需要化疗 还需要矿疗 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 来抑制 对全身的 这样一个肿瘤的拨散 也就是说 实际上已经晚了 而在此之前 我们作为这个肿瘤的发生 应该有一个非常漫程的 叫临床不可见的阶段 因为这种 也就是说一个肿瘤的发生 大家往往觉得 我今天到医院来查起 发现肿瘤 我觉得今天得了 实际上不是 而是一个 你的遗产学特征 与环境相互作用 几十年的一个累积的结果 这期间由右边因素 由触变因素等等 相互促进 相互调控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才真正的变成了肿瘤 细胞 才出现了临床 很难治疗的 这样一些恶性肿瘤 而在这个 Invisible的结果 用现代分的生学技术 我们实际上 是能发现一些风险 也就是说 肿瘤风险度的提高的感觉 这个呢 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争议 特别是临床医学工作者 和一些公众 会觉得 一个指标的增高 就像刚才讲 前面的肿瘤标注 它可能会增高了 但增高临床没有发现 毛毛认为是肿瘤标注的 一个假实性结果 但这时候呢 如果通过一个 前面性的对点研究 可以提示 这个病人的群体 应该说 它的肿瘤风险度 已经在提高 所以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临床的 肿瘤的肿瘤和肿瘤的风险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就是说 大家经常 长期的生活在一个 污染的环境 肿瘤的发生率 就会明显提高 也就是说 它肿瘤风险提高 我们需要尽量避免 这样一个好事情 这个呢 一定要把中有风险 或者中有的那个 明确诊断 把它去分开了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思路呢 或者在现代生物界技术 技术上呢 我们都要围绕着肝瘤疾病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主要是基于 污染的技术 刚才会讲到 作为人体 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那么我们需要对 即使现在 我们也是对人体内 筹瘤学做很多的研究 大家会觉得 怎么这么多数据 在遗党化验台上面 但这些数据实际上 是用于综合评价 你的健康和疾病状况 那么作为污染的技术 最后个人的理解 它是一个很好的 多数量的问题 也就是在一个反应体系 我们同时可以检测很多的指标 而现在我们临床 是用很多的大型设备 来一个一项一项的 这样的方法进行测定 就刚才我给大家列的 这些指标 一个一个的来进行测定 所以呢 技术是有贝利 可能还有一个不太准确的问题 需要呢 把很大的精力 来保证的标准化 它是可比性 而那个质朴技术呢 如果能够用的 在临床可能就会解决 这样一个多数量快速检测的问题 我们以肝脏疾病为例 我们大家知道肝脏疾病是由于 病毒的感染 或者其他一些造成肝脏损伤的因素 出现了一个严重性的变化 然后呢 首先是一个肝炎 然后在肠尺一往不能很好的就治疗 会发展成为肝胰化 在肝胰化持续多年以后呢 有可能有少数人会转化 转化为胆 也就是说 一个肝炎的病人 它的肿瘤发生的风险 要远高于没有肝炎的病例 从这样一个时间流线图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肝炎到肝胰化 往往有十几时 或者几十年的时间 而在这个肝胰化的患者 每年又会有3%到5%的肝胰化的患者 有可能会转化为 圆怀性单细胞来 那么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就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技术 能够发现一些种的风险 我们可以及时的治疗 或者提醒患者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么它就至少在一定程度 可以延缓这个过程 甚至可以时日肿瘤得到一个 真正的逆转性的治疗 那么关键就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发现哪些人 会有这样一些风险 和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些风险 同时带什么时间 如果能够早期预警 这个真正的风险的到来 那么会给我们提供 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这个呢 是这张图 可以大家显示给大家的 就是我们现在临床常用的这些指标 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预测和预警价值 比如说我们传统做的肝脑功能检测 大家知道 有LG ASG 也就是传统称作的GTD DOD 还有转太酶 蓝红素等等这样一些指标 而这些指标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正常人群 在慢性肝炎的病人 肝炎化的病人 原化性肝炎 以及其他的肝脑系统总流 都会有一个变化 如果按统积学计算 大家可以看到都会有统积学的差异 在这样几个不同的疾病图里面 但是这是一个群体的数据 如果我们拿到某一个人来讲 如果这个人的数据 比如说像这个转案为 它的数据在大概40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在正常范围 而某些其他的疾病组 有可能也会在这个正常范围 天高水平 我们就很难区别这一个病人 它到底是正常状态 还是一个疾病状态 所以这样一个群体统计的结果 和临床应用作为特定病人的评价 就很难把它医治起来 现在我们临床也用了很多种的标注 比如GPT3是一个2DK蛋白 也是反应肝脏 大量的文献也证明 它确实对肝脏肿瘤有 读足诊断的一个价值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族数据 GPT3在正常的和肝脏疾病的人群里边 都会有相应的一个上下过程性的感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大家这个可能看不太近这张图 下面有一个图标 最右边的是正常人群 这是第二个 从右边第二个是慢性肝炎的 到肝硬化 然后是原发生肝细胞癌的这样几个基金群体 我们可以看到从肝硬化到肝癌 虽然它们都高于我们的乙肝或者是正常人群 但是从肝硬化到肝癌 GBT3有个降低的局势 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同时甲菜蛋白大家也知道 也是一个肝脏肿瘤的 除了是原发性肝细胞癌的一个 过去认为是个特意识的 现在看来很多的因素 比如肝硬化 长期的医药 以及长期薰酒的这样一些病人 都可能会导致甲菜蛋白的一个升高 甲菜蛋白我们可以看到 在正常肝炎肝硬化到原发性肝细胞癌 虽然它的变化更明显 但是也很难把很大一部分 大概有30%的人给它区别开来 大家可以看到总有很多的 已经发生了癌症的这样一些患者 它的甲菜蛋白是正常的 所以这样就很难用这样一个指标来进行 但是还有一点值得关注 就是在肝硬化到肝癌的里面 它是一个继续持续增加的一个 因此根据这样量 很变化的规律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 个体化的一个辅助诊断 比如说某一个病人 一旦他发生了肝炎 他肯定要持续的关注自己的疾病 他要持续的检测自己的相关的指标 那么这个时候蓝色的这是一个TPP3这样一个生物标志 这个生物标志它会随着你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它会有一个伴随的相关的改变 比如说一个人感染 怕人生感染化了 它会TPP3持续的增加 而这个增加一旦出现了一些降低的趋势 应该说有一定的提示 但这仅仅这一个指标 也可能是一个生命建议 同时我们再关注甲胎蛋白这样一个指标 它往往在正常和肝炎的时候 不会出现明显的感觉 只有在肝炎化会有轻度增高 但一旦发生癌变 往往会有一个迅速的持续的增加 这样一个降低和增加 我们再根据肝炎功能的一个评分指数 就是Tile的指数 也可以看到 充填灾的不同的评分指数 它会有一个半次性的改变 因此根据两个底值 这两个指标的相互间的底值的改变 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来提高 我们的一定预警的准确度 这张ROC期间 大家知道临床常用的一个评价 它临床辅助成长价值的计算方法 叫ROC期间 ROC期间可以看到 特别是在早期的肝癌的患者里边 我们单独的用两个指标 它的成长组合率只有0.7以下 0.6 0.7的直线 而用两个比值的改变 可以达到80%以上 也就是0.8%以上 当然对于晚期的时候呢 因为它本身这些改变蛋白 已经有很好的辅助诊断 价值一定判断到80%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用比值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这个工作呢 我们也总结了一些论论 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上面 同时这样一个思路 实际上在临床上 慢慢的逐渐会被广大临床工作的接受 比如说现在对于卵胎癌 在西方软胎癌性里边 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他们就用了也是两个种的标注 一个叫C1125 这是一个辅助诊断 暖超海的相对参加 认为特意的种的标注 另一个种的标注呢 就是叫醋稿蛋白 叫H.E.Pol 这是最近刚刚美国的变业器的 中国也 从快通过来不及也会提准 临床上是大量的应用 这两个应用指标单独应用的时候 都会像我刚才说的GPC 看来他们是一样的 还是有一些 这是一个德国科技家 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研究 如果把他们用一个ROMA指数 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度 软胎弱多性程度 风险度计算指标来评价 就会明显的提高它的准备复合力 这是他们所研究的一个数据 从0.7也能达到0.9 比我们做的这个工作还要更好一些 同时呢 也有人利用指谱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临床筛选 也曾经这是 好像是江科普沈丹尼尔陈他们做的一些工作 主要是利用当初在 他的本期技术 广泛应用的一个制服技术 进行大规模临床研究 发现这样两个肿瘤相关的生物标志 B2-V2蛋白和B125 这两个肿瘤高柱 以及两个过去似乎认为和肿瘤关系不大的 几个转运蛋白 比如说和肠瘤身转运有关的 在蛋白A1 以及和维生素和激素转运有关的 这样一些蛋白 以及和钻铁蛋白和铁转运有关的 发生五个组合到一起 变成一个分析软件 它的整个符合率 在中晚期的卵胞癌里边 往往会达到90%到甚至100% 实际上这两个五个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个实际上和肿瘤相关的 所以它的水平的逐渐增加 而另外的三个指标是相对来讲 是一直肿瘤发生发展 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它们的平衡来反应 平衡预保来反应释放肿瘤的发生 我想前面这个数据只是告诉大家 临床上已经逐渐 来辅助肿瘤的早期间断和预警 那么大家也知道肿瘤的发生发展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而这个漫长过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inflammation 就是我们的炎症 也就是说 机体内环境 就是microenvironment 这样一个持续的慢性的炎症感应 有可能是我们肿瘤发生发展的 一个很主要的推动因素 而在烟症的时候呢 它往往会有很多酶的激活 一直到肿瘤 这些酶会水解我们的蛋白质 蛋白的水解会出现很多的状态偏短 这为植谱基础呢 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而在临床上边 用这样一张图 大家可能在其他的角度 经常看到这样一张图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 传统的一些蛋白 已经大量的应用 包括那些刚才提到的肿瘤焦炉 都是一些血浆蛋白类的 只或是有一些肿瘤相关的 特异的层性化的蛋白 除此之外 还有像白蛋白球蛋白 包括免疫球蛋白等等 像IgG IgM等等 这样在临床都大量的车型 另外还有一些组织露出的一些蛋白呢 比如说像一些酶累胞 是组织细胞露出的 也一定的大量的测评 像一些岩形介质 像白叶树类的 Settle skin这一类的 现在也有一些技术方法 慢慢的被临床接受 开始广泛的应用 但是刚才说的 一些蛋白水解的片段 这样一些多态类的物质 我们还没有安好的测评 关键之一就是 目前常规临床应用的方法 不够浓评 因此呢 检测起来比较困难 因为这样一张卡通图来告诉大家 用一个多态图的方法呢 很可能会反映一些早期的 甚至是我们肉眼 或者临床这些物理化学技术 还不足以发现的一些定点 比如说这个卡通图 大家这是一个定点的 非常少的一个肿瘤细胞的克隆 或者是一个potential的肿瘤细胞 当血液循环流经 这个定点组织以后 它必然会有一些物质 伴随着你的静脉学 流经全身 我们在临床上往往是从静脉去学 这样静脉拿到的血液呢 我们进行虚空的分析 就能获得一些瘤细数据 这里边流经的这个血液 可能会有一些分泌的物质 细胞死亡的 就是露出的 前面我跟大家说 这些已经在临床上 大规模的已经做过一个 常规发现结果 并被临床病人和医生来提供检测 但是可能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 作为这样一个很小的细胞刻鲁 很少的细胞数 在全身的血液流经循环的时候 在很早期的时候 往往是不足以发现 但是我们机体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识别 就是我们当一个血液流经病变组织的时候 如果它是机体内的一个义务 机体的免疫监控系统 往往会识别它 并且发生 本身也会一些免疫系统被激活 某些煤被激活 所以这样一个速度 与并电图的相互作用 往往能够创大 或者很大程度的提高我们的检测的灵敏度 比如说我们打疫苗一样 就是打个很少的疫苗 我们就比如说麻烦疫苗 我们就可以终身不得麻烦 检测体内的抗体的量 可能远远的大于我们的打着疫苗的量 因此如果从灵敏度来讲 我们检测我们打进多少疫苗 去的这个疫苗蛋白或者核酸 可能它的灵敏度远远低于我们检测抗体 而所以那边很劳忙 用一个特意抗体检测 就会反映那些特定的疾病的发生 那么支付技术呢 在下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这些多态或者机体速度的反应 往往是一些细胞因子 这些东西的产生 它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个普通的改变 今天这段原理呢 我们也初步尝试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我们用的是一个很简单的 broker的这样一个autoply 也叫clean talk的一个支付仪 主要是用在研究和筛选 在临床上是否有疾病相关的 这样一个多态谱的变化 或者是用某些特定多态风的改变 这个作为它的原理 我感恩大家都前面各位专家都已经讲了很多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检测程序呢 因为我从临床的角度来讲 往往是关注着人体 而人呢 如果做组织的改变 那往往是已经不能办法了 而且组织呢 承担保持它的稳定和行径 也不便于重复性的大规模的检测 所以我们主要是 按照刚才的卡通鼓说的 我们用的是病人的静脉学 在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位置超学 然后呢 我们关注的格式血清 要把通积胞给它和其他的一些免疫细胞给它 离心去掉 然后呢 用一个特意的相对特意的对某些物质 能够对气候的持住来吸入某些蛋白 然后进行制度分析 来观察 事报和疾病有一些关联性的改变 我们大家看到这些图图是我们实际测定的病人的血清蛋白的改变 而且通过生物性医学分析 我们可以看 这是我们做的一组乳腺癌患者的一组病人和正常人群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 正常人群和乳腺癌的人群 通过生物性医学分析 我们可以很好的把它区别开来 而用刚才大家看到那些种族交通物就很难像这样一个 截然的区别的一个区分开始 也可以用生物性去直接给它分析分得非常的清楚 这也是对于不同年龄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多态谱呢 我们也大家也可能会关注 有很多的临床指标 可能会和年龄生灵性的变化 有些惯意 从目前我们做的结果来看 似乎这个趋势病毒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从30到45 45到60 60到更高的年龄到80岁 他们几乎是 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趋势性的感觉 而在不同年龄组 我们在单独的分开 不同年龄组 正常人群和乳腺癌的病人 大家可以看到 还可以很好的把它趋劲盛 所以这就提示用我们 枝朴技术来分析 我们血清中的这样一些 几千到一万多的短态 和小分子的蛋白 是这样可以辅助一些 领床诊断的信息 另外我们也用这样一个技术 进入的分析了 卵超癌的一些点 大家可以看到 也有类似的一些结果 它可以基本上能够将 卵胎的病人和正常人群 去存在 脂肪内膜癌 这是另外一种注射结 肿瘤也经常常见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癌症患者 这是正常人群 如果从多态谱的情况 以及模拟电影标的 这样一个出口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们有一些规律性的改变 同时可以看 通过软件可以发现 有一些特征性的支付风 和这个疾病的复苏诊断 有密切的关联性 另外我们刚才讲到 肝癌的一些病人 我们进步的目的了 肝癌的在早期诊断 实际上主要是肝硬化 和已经发生肝癌的病人 但甲胎蛋白还是阴性的 这样一批病人 在临床上帮忙 没有什么样的血液指导 可以帮助辅助 间接诊断这一类疾病的病人 所以我们特意目击了一批 原传性肝癌的患者 但是甲胎蛋白阴性 以及甲胎蛋白阳性的 和肝硬化的 以及正常人群 来进行系统分裂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类肝癌的病人 它的肝脏功能 酸胎酶和血浆蛋白等等的 在两组原肺性肝癌的病人里边 几乎没有通积血的差异 唯一的区别 只是甲胎蛋白 大家看到这一组只有3点 而这一组病人是600多 那么作为甲胎化的患者 这个疾病组2.9 可以看2.9和3.7 几乎我们临床的 刹胎脂是在20 而这两组都是在 比如这个甲胎的阴性的 是在19.79之下 最高才19.79之中 然后在甲胎化的患者里边 还有一些高的 比如有的可以高达68左右 其他的指标几乎是完全一致 那么我们用制谱技术 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更容易用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甲胎蛋白阴性和甲胎蛋白阳性的血液 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区别的并不是太清楚 刚才我也讲到 在甲胎化和甲胎蛋白阴性的阳性 在患者里边 实际上是我们鉴定的一个观点 就是现在常用种的高度的一个盲区 那么用制谱技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些甲胎蛋白阴性的 这些红色的和这个甲胎化的患者 可以绝大多数 应该在80%到90%的这样一个水平 能够有效的把这个区别开 这主要是依托于用制谱技术的 它的直辑区的2954和3508 这样两个制谱风 可以有效的把这个区别开 那么在不同的疾病群里边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制谱风的变化规律 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慢性肝炎 学们看完携带者 以及用疫苗免疫的人群 和正常人群 会有一些相同的改变 通过这样一些的分析呢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给一些机制研究 我们大家知道 原汇性肝癌和肝炎病毒的感染有关 那么用疫苗呢 是可以 比如说现在临床已经证明 乙肝疫苗是可以预防乙性肝炎的 那么也有相关的报道证明 乙性肝炎疫苗还有一定程度的 预防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就是好像是去年台湾一个艺组科学家报道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一些的报道呢 来探索是否在乙肝免疫的 乙肝疫苗免疫的人群和乙肝表面抗炎携带者 这些只是乙肝抗炎阳性 但是其他所有的肝炎功能都正常 也没有其他领床症状 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来探索肝炎与肝炎病毒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发挥机制 通过这样一些比较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质肤 就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在这两组病人里边 这是免疫的 这是虽然感染而实际携带 但不影响人类健康的这样两组疾病 都是成一个在那个感染 乙肝病毒以后都成为降低的趋势 然后我们用这样一个记类图 用分析维可以看到正常人群和感染的人群 以及正常和免疫的人群 以及正常人群和感染后健康携带者 我们都可以用进行看好的区分 同时呢 如果进行机制研究 我们要知道这两个质肤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蛋白 这两个质肤中的多态呢 如果我们把它做为一个生物标志 来鉴别诊断 你是否是免疫 也就是一般疫苗的免疫者 或者是虽然感染的 肝炎接待者 它的诊断符合体都可以达到90%多 能够很好的区别 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固列之谱的技术 首先进行了一个初步的鉴定 鉴定这两个 一个是纤维蛋白塩清掉的一部分 它大概它的氨基酸系列是这样 另一个是一个核酸蛋白 它的氨基酸系列是这样 这个呢 就为进度的干盐 导致干埃发生的机制 实际上指明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围绕着这两个蛋白 进步的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从机制上 我们可以合作进步的做一些 针肉系统的研究 但题目已经做了 我是一个临床 有点我的实际上从机制研究呢 缺少相关的一些技术手段 目前呢 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两个蛋白 进步的把它鉴定 用生物学的方法 如果它切除诊断 那领床辅助的感觉呢 可能在那个领床整体实际核 这个方向来进行研究 对于机制可能我们缺少一些 必要的技术手段 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 质谱在领床呢 确实有很多可以 帮助我们几个 那个领床义务功能 而解决的这样一些 特点 但是呢 作为质谱这个技术 从我们应用来看 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它的稳定性的问题 我们经过 反弹服务系统的研究 可以看到 我们拿出几个 相对比较稳定的质谱空来 质特比分别 从2000到10天的 这样一个水晶 我们无论怎么样来 优化实验条件 它的 变异系数 都会很大 而临床上 大家可以想 如果一个人 他检测的时候 如果他的变异 达到20%左右的时候 我们很难给病人 拿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果 比如说 某一个特定的患者 他今天 测的某一个数值是100% 才有20%的变异 明天可能就自然的变成80% 或者是120% 上下这样有一个事实的一个改变 这样就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或者是错误的判断这个疾病 因为在20%的改变 很可能反映我们一个治疗的变化 或者是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 所以质术这个技术呢 还需要进一步的把它稳定 提供一个这样一个技术 那么正常人群 我也看到这是一批正常人群的质朴风 正常人群血清的多态的一个质朴风 大家看了高高低低都会有很大的千差万劫的变化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一致的一个质朴风 如果用生物性医学计算不同的算法 也会发现有不同的一些质朴风 可以有临床辅助诊断价值 也就不知道哪一个更好 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计算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还需要生物性医学专家们 进步根据大规模的临床数据 建立新的一些算法来适合于临床应用 这样才真正能 所以刚才说了一大位 我们也发现的确实有用 但是呢才有很多的问题 限制了它的技术的应用 我想最后用launchbared的一个治理名言 来接触我今天的这个跟大家的交流 也就是the unknown shall be known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质朴有用的这些东西 和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用的 用质朴这样一个技术实际上是同样的 那么用它的三句话来结束 一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质朴是非常有用 我们知道它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像质朴这样一个很好的技术 太远远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我们知道的 也就是我们还有很多I'm not I'm not 它的进一步的开发会这样一个支部技术 我想对现在医学可能会有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一些处境 就是我个人所做过一些工作的机会 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团队 这个团队呢很多工作 比如我们已经与博士 张宏军博士 邱峰博士后等等 都对刚才我报道的数据有很多的贡献 在此一定谢谢他们 也谢谢